Hello 大家好 我是Darky 沒錯 我們今天教授回到惡狼遊戲的特別任何故事 《命運的交叉點》 Episode 3 開始 至今為止的故事 當時抽到狼卡的人是倫泰郎 但倫泰郎沒有懂得殺人 而決定確認大家的狀態 看看他們有沒有發生變化 然而遺憾的是 參加者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 這一點令倫泰郎非常憤怒 我喊著即將要爆發的怒氣 回到隱藏房間 可惡 可惡啊 這群人 竟然會任何變化 都是為了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而沾沾自喜 而是做了人在享受這個遊戲 真是 果然 這群人都是敗類 這群人死了會更加好 這個時候 我感覺到 我心中的那一條意 已經崩壞了 我要向你報仇 我要親手將來報仇 要等他理解我 我的手很正 這個時候 有床房間突然響起警報聲 這群人和姐姐約好 在彼此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 就拉向她警報 這個聲音是 我立刻去確認交部陸長 然而我看到 被新村光追問的姐姐 蛤 姐姐 是姐姐向我求助 一定出了什麼事 而且對方還要是新村光 這個直覺敏銳 是參加寫中需要特別注意的人 難道她發現了關於我們的事 快點去看我姐姐 於是 我離開了一間床房間 探索 開始 蛤 搞我姐姐 頂你個肺 找到了 喂 美少 不要重來回答我 這個 喔 其實 嗯 果然有點可疑 嗨 你們兩個在聊什麼 蛤 阿倫太郎 又是你 我現在很忙 不要妨礙我 爛開 什麼啊 你們背著我寫了什麼 你覺得很可疑 真麻煩 我只是因為美少女 對美少女的態度沒有疑問 在這裡搜紋她 美少女的態度 啊 是 她第一天 沒有結束之後 很沮喪 甚至還流眼淚 我想知道為什麼 她會和素不相識的 偽心友的死亡 流出這麼悲傷的情感 原來是這樣 她看到姐姐 好悔處她 偽心友的樣子 嗯 但是不是很正常嗎 小 小偽笑 看到有先生 被人處刑 當然是痛苦 因為這個處刑 是這麼慘的 我看完之後 覺得 有無其事的人 反而更加奇怪 是不是啊 小偽笑 啊 啊 就怪人家看到人家 就怪人家 看到人家死亡痛苦的女生 真是好過分啊 乾 你不說你會欺負女生的 我明明沒有欺負她 我只是在找 位於這個設施的遊戲主辦者 蛤 找遊戲主辦者 我認為這個設施的地方 又操縱著這個遊戲的幕後黑手 你想一想就可以明白 這個遊戲 連通話外側的窗戶和出口都沒有 在這種地方玩這麼大規模的屍殺遊戲 一般來說 主辦者一定在某一個地方監視著我們 所以才四處打聽 找可兒的參加者 嘩 廣告真的好聰明啊 雖然沒有發現我們是主辦者 但是直覺真的很溫柔 可兒這條遊戲最危險的 哼 看來美少那邊是我誤會了 那我就告辭了 好像走了 倫太郎 謝謝你 沒事 只要姐姐平安沒事就行了 話說是你那條人 雖然好像沒注意到我們存在 但放人不理的話可能會很危險的 嗯 姐姐 你為了避免再被人懷疑 要更加自然地行動才行 我去交視一下那條人 我知道了 要小心啊 倫太郎 放心吧姐姐 好了 終於是現在 繼續交視新川光的所有行動 如果這條人發現了我們的計畫 我一定要阻止他 故事得到發展 蛋包飯好吃 好嗎 啊在這裡 嗯 又在那裡做什麼 這裡也沒有 找到什麼 什麼 又是你 他知道我了 不過 你兩個好機會 要自然地行動 問這條人想做什麼 喂喂 港軍啊 你在這裡做什麼啊 什麼 我憑什麼話給你聽 這條人真是氣 啊 沒有啦 告訴我也沒問題吧 我都說我憑什麼話給你聽 而且 你為什麼要纏著我 難道有什麼被我發現了 你有沒有很困擾 你果然很可疑啊 是 你 都在隱瞞著什麼 糟了 真的有什麼被我懷疑啊 這條很難回答 但我復仇 沒可能在這裡做醫促的 好 我們又要開始按問題了 選擇你的回答 因為 我覺得你也很可疑啊 不是啊 因為你說了 你追問微笑 對呀 是想找遊戲的主辦者 對呀 不過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你的圈頭 你是什麼意思 其實港軍啊 你就是狼 什麼 你憑什麼這樣說 因為 喜總 自己可能被人殺的情況下 找遊戲主辦者 會不會奇怪了一點啊 這個沒什麼好奇怪吧 真的嗎 會不會這樣做 好像在演戲 而似去 掩蓋自己是狼啊 沒有 隨便你怎麼想 好 完美地滑動過去 對呀 對呀 問他剛剛在房間找什麼 啊 說起來啊 江軍 我一直看你在找東西 你到底在找什麼啊 啊 不願意回答我啊 感覺很可疑啊 反正沒什麼好陰謀 告訴你 我在找這個刺絲的出口 啊 出口 這個刺絲沒有車戶和門 但一定在某處 準備了緊急鼻爛口 我在找鼻爛口 但是呀 由你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一起找過 這個時候 我們不是沒有找過出口嗎 哼 我本來就不相信你們 我覺得一定有流動 好 這個人 真的好多疑啊 他猜對了 我們的確有準備緊急鼻爛口 第一個地方他絕對找不到 啊 不過 為什麼你們要來圖書室找呢 哼 這個不是顯然易見的嗎 要鼻爛口的話 一定是一樓比較方便 蛤 是緊急情況下 逃跑 一定要將 出口建立一樓 收益一樓的房間 啊 這樣啊 看來現在房間什麼都沒有 我沒有時間跟你在這裡聊天 我先走了 好吧 拜拜 好 他說得沒錯 我們準備的鼻爛口就在一樓 如果被人一起調查 被人發現 是時間的問題 這樣不行 要在他找到之前 把鼻爛口收回去 KK KK 啊!這個是! 糟了!又要去找廚房了! 我準備了然後收藏在廚房 而且就是這個人準備找的架下面 這樣下去的話會被發現 這個架很可以啊 這個人好像還沒廚房也存在 就算逼著他也要離開廚房 有什麼可以用的東西? 這個是茄汁 不知道是誰用完就放在這裡 但是這個...這個東西有什麼用呢? 嗯...最多打開架 就打一下吧 糟了! 喔!沒有時間有魚了 呃! 去了去了! 於是我拿去其實 向轉個身的新村哥灑去 嘩! 嘩! 搞什麼? 喔!是你啊? 不是說不要再搞我了嗎? 對...對...對不起啊! 港軍! 這個我想收藏在廚房幾個手線啊 這個理由會不會牽強了一點? 真的啊!你究竟有什麼目的啊? 等一下 你...對我... 這件衣服幹什麼? 對不起啊! 我不是有心的! 我只是手線而已 手...手線會這樣? 哈哈! 對了!我多有心! 又有清潔劑啊! 只要快點去洗 就應該不會留下痕跡了 煩死了! 竟然... 在這麼忙的時候 喂!倫太郎! 給我蹬出來! 我都說我沒有愛意的啊! 就很對不起啊! 嗯... 說完之後新村哥就馬上走出去房間 好了! 雖然有點強硬 但是這樣的話他就找不到被冷口了 在他回來之前 我要令這個架沒辦法再動 這時候我把這個很重的東西放在架上 這個架沒辦法輕易捆動 Town shot 完成! 我們... 又來了 將能恢復! 有浴室啊! 這張卡叫了 我是...我要收拾所有的卡 以我的特技是什麼呢? 看不到! 我是覺得很對不起 要你連我的飯都做了 沒有嗎? 來這裡也有段時間啦 來這裡我是正常的嘛 多...多謝你啊! 話說起來 托...托夫先生 做... 做... 做得真是不錯 多謝讚賞 不過我名字不是托夫 是托也 啊... 對不起啊! 我沒有在意 叫錯名而已 不要緊張 真的... 真是不好意思啊! 話說起來 為什麼你這麼擅長攀音呢? 蛤?你來上廳嗎? 其實我很長時間一直都沒有紅過 所以... 一直在餐廳店打工 是...這樣啊? 難怪你這麼擅長 算是這樣 但是兩年前 就開始紅起來了 看到你遲了餐廳店的工作 好久都沒辦法坐到 你看看 聊聊聊 做好了 啊! 多謝啊! 為什麼不吃? 你...這個... 你沒有...在裡面...放... 放...毒嗎? 蛤? 喂!難得我好心裡會... 跟你做好飯 你這麼說? 啊! 對不起啊! 明明明在心裡 和凱龍美鳳死了 這些傢伙 竟然一點緊張感都沒有 KK 找到了 好了 要少時間了 一招完成 好! 你們前往雙刷 嘩! 腹肌 但其實我不是太想看到他的腹肌 我寧願看倫太郎 因為我不看他的 好了... 不過... 其實我有一些位置都很好奇 新穿光有什麼動作呢? 貓母! 我猜到了 我就猜到會有貓母 榮裝 喔...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我也很煩惱 之後... 心裡笑呢? 有泳裝! 果然! 因為他在夏日活動那裡有 和我猜是完全一樣 沒有上衣?! 有動過嗎? 照片 屌你!照片沒有動過 事物量應該... 嘩!和服版本也竟然有 但三張都一樣 和服版本也 又變成這個 之後...不用看和服吧 嘩!萬聖節 嘩!萬聖節 修雷 嘩! 嘩! 萬聖節 有一點衝動想要 糟糕 好了 我冷靜一點 不好意思 最後不是夜未來的 雙田如也 好了 說笑而已 那好吧!我們今次的網絡遊戲 就到這裡了 我是Darky的Line and Subscribe 我們下次下次 在Ep4 再見! Bye Bye!